接着带你看到的是台东北南乡的丽家村长 在今天上午清理林道枯树倒木时 是疑似使用炼锯不慎伤到自己的大腿 那么当场血流如注 而同行的人员见状是立即通知救护人员 并与救护人员共同接力 将村长送往医院治疗 与村长共同工作的伙伴 赶紧将村长交由救护人员抬上担架 时日上午立家村的村长 在进行山道枯木移除作业时 疑似狡猾导致手上的炼锯不慎化伤自己 当场血流如注 同行的伙伴赶紧通知救护人员 并将受伤的村长接力送下山 与救护人员会合 过在清理 清理那个倒木 清理倒木 所以那时候你跟他在一起工作就对了 对,因为那时候没办法,因为路不会通啊 所以我们稍微做一下处理 你们任务就是把那个路用通这样子啊 对,因为要过去嘛 所以还要进去里面 那边就打树没有办法 所以那边树倒在整理树就对了 他进去到哪里啊 回到脚步啊 哦,那那个树倒 然后他退后的时候跌倒 连续回到树 昨天村长在树医之后并无大碍 在此也呼吁民众 使用高危险器材时 应该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才能避免意外发生 接着陈金林 北南相报道 请不吝点赛 啊 啊 啊 感谢观看